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日本斯基火箭首次发射失败 升空数秒后爆炸 德国将开始向加沙空投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俄乌战争普京警告 俄罗斯为核战做好准备 美向乌克兰派兵视为干预 美众院台湾连线主席宣布访台出席赖清德就职典礼 五角大楼分析师 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上领先额美 请大家收看 日本斯基火箭首次发射失败 升空数秒后爆炸 美国之音中文网 日本航天新创公司太空一号 在其首次发射的小型固体燃料火箭Keros爆炸 这次发射失败意味着太空一号 未能成为第一家将卫星送上轨道的日本企业 火箭爆炸导致火势蔓延 但没有人受伤 公司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并表示将继续努力实现卫星发射目标 尽管日本在太空竞赛中相对较小 但该国的火箭开发人员正努力开发更便宜的运载工具 以满足卫星发射需求 太空一号计划通过其太空快递服务利用固体燃料火箭的优势 实现更灵活低成本的发射计划 公司的目标是到2020年代末 每年发射20枚火箭 发射失败后 该公司的股价下跌 然而 该公司仍然有订单 并与美国公司Rocket Lab竞争力相当 日本政府也承诺全面支持太空新创公司 以增强国家的太空能力 德国将开始向加沙空投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联合早报 德国将加入空中桥梁行动 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这一行动由约旦发起 法国和美国等国已经参与其中 德国将部署德法联合航空运输中队的德国分队参与任务 他们将使用C-130G大力神运输机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表示 加沙人民缺乏基本必需品 德国希望尽力帮助他们获得食物和药品 此前 一次空投中出现失误 导致人员伤亡 引发了对空投安全性的担忧 加沙卫生部称 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势已造成31,184人死亡 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援助组织表示 自去年10月以来 只有少量满足基本人道主义需求的物资 被允许进入加沙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外国政府转向空投 并试图从塞浦路斯 开辟一条海上援助走廊 俄乌战争普京警告 俄罗斯为核战做好准备 每向乌克兰派兵视为干预 新岛日报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警告西方 称俄国已经做好了打核战的准备 他表示 一旦美国出兵乌克兰将视为干预行动 俄国将动用核武 然而 普京也表示目前并不认为有必要在乌克兰使用核武 并强调武器存在是为了使用 普京还重申 俄罗斯不会干涉任何国家的选举 包括即将举行的美国大选 他还透露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问他是否希望现任总统拜登赢得选举 美众院台湾连线主席宣布访台出席赖清德就职典礼 联合早报 这两位美国众议院议员的访台行动表明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和关注 他们宣布将出席赖清德的总统就职典礼 不仅体现了对台湾民主的支持 也传递出了美国愿意继续加强与台湾的关系的信号 此举对于台美关系和台海局势都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大陆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并对参访议员实施制裁 这也显示了中美台关系的敏感性和复杂性 五角大楼分析师 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上领先俄美 联合早报 这篇新闻指出 中国在研发和部署高超音速武器方面领先于俄罗斯 美国正在努力追赶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的一名高级分析师表示 中国通过投资、开发、测试和部署等手段 在过去20年里取得了显著进展 并拥有领先的高超音速武器库存 而俄罗斯在这方面落后于中国 然而 美国空军和陆军在测试高超音速武器时遇到了困难 未能按计划在2022年和2023年部署这种武器 美国国防部已经投入了超过12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开发高超音速武器系统 以获得在陆地、海上和空中的多种打击能力 自由主义柔性渗透 电影《La Luna》先千层浪 联合早报 这些争议引起了大众的关注 也激起了社交媒体上的热议 一方面 支持者认为电影是艺术的一种表达方式 应当有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的权利 他们认为这些电影可以引发人们对社会议题的思考 促进对话和理解 另一方面 批评者认为这些电影侮辱了回教教义和马来人的形象 对社会价值观产生了负面影响 他们呼吁政府和宗教机构采取行动 限制这些电影的传播 面对这一争议 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 首先 马来西亚通信和多媒体委员会 MCMC 要求Netflix删除拉露娜的一些镜头 称其违反了马来西亚的媒体法规 其次 马来西亚回教发展局Jokim表示将对这些电影进行审查 并建议回教徒不要观看这些电影 此外 一些回教人士还呼吁民众抵制这些电影 以表达对其内容的不满 然而 这些措施并未能平息争议 一些活动家和艺术家批评政府干涉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的权利 认为这是对艺术和文化多样性的限制 他们担心这种趋势会对马来西亚的艺术和文化生态产生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 这场争议反映了马来西亚社会在宗教和言论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 尽管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但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力仍然非常强大 这种紧张关系可能会对马来西亚的艺术和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需要政府、宗教机构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寻找平衡点 山东一公司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侦查 联合早报 总结 中国山东泰通金服发展集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已被当地公安部门立案侦查 相关人员已被控制 公安机关将依法办案 并呼吁相关人员积极配合 公安机关还警告网上 网下散布谣言、干扰案件、侦办的行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通报还要求涉案人员退缴非法所得 拒步退缴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有网民称 他们在泰通金服存的钱取不出来 卫生部长秘陈英杰将出任新报业媒体董事 联合早报 总结 卫生部长任秘书陈英杰将出任新报业媒体董事 这一任命将于3月15日生效 陈英杰目前是卫生部长秘 曾在公共部门、劳工运动和私人领域担任管理职务 他在处理有关应对数码颠覆的挑战 和改变思维的大规模项目方面有丰富经验 这一任命将帮助新报业媒体实现可持续增长 以色列为何被迫更改欧洲歌唱大赛参赛歌曲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今年的欧洲歌唱大赛在以色列参赛歌曲的争议中开始 比赛组织者拒绝了以色列的原始参赛歌曲 因为它涉及到了哈马斯袭击事件 引起了争议 然而 以色列重新创作了歌曲 将其改名为《飓风》 并在周日的现场表演中展示了这首歌曲 巴勒斯坦支持者呼吁 将以色列完全驱逐出比赛 但欧洲广播联盟表示 以色列将继续参赛 以色列之前在2018年夺冠 今年希望再次取得好成绩 参考链接 HTTPS 3W.BBC.COM News World Middle East 613-45516 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今日发展 乌克兰炼油厂遭受重大无人机袭击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普京还表示 俄罗斯的核武器能够绕过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 并且具有足够的威慑力量 他还称 俄罗斯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发展 是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 此外 普京还呼吁国际社会 对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行为进行谴责 并表示 俄罗斯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普京 如果俄罗斯主权与独立受到威胁 将使用核武器 美国之音中文网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采访中表示 如果俄罗斯的国家地位 主权或独立受到威胁 俄罗斯准备使用核武器 并希望美国不要采取 可能引发核冲突的行动 普京还表示 俄罗斯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并强调 根据俄罗斯国家安全原则 莫斯科准备在俄罗斯国家的存亡 主权和独立受到威胁时使用核武器 这是普京在俄罗斯总统选举之前 对西方的再次警告 他几乎肯定会赢得另一个六年任期 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事件激增 俄罗斯当局表示击落了58架无人机 乌克兰报告了更多俄罗斯袭击事件 中国外交部 美国打压TikTok 破坏正常国际经贸秩序 联合早报 总结来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美国对TikTok的打压 破坏了国际经贸秩序 最终将对美国自身产生反噬 他指出 美国始终没有找到TikTok 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证据 但却一直对其采取打压行动 此外 据报道 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 通过了一项法案 要求字节跳动 在约六个月内剥离TikTok 否则该应用将面临禁令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也表示 不能排除中国利用TikTok 影响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可能性 两大美术馆馆长陈维德四月接任总裁 联合早报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和新加坡美术馆的馆长陈维德博士 将升任为这两家美术馆的总裁 并接管国家视觉艺术集群的主管一职 他将取代即将退休的前总裁张雪茜 成为新加坡视觉艺术界的新领导人 陈维德表示 他将继续推动这两家美术馆的发展 提供深刻而有意义的艺术体验 并增加全球对新加坡和东南亚艺术家的认知 他的任命得到了国家美术馆和新加坡美术馆的主席们的一致认可 他们相信陈维德将继续带领这两个机构取得更大的成就 陈维德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为这两家美术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的热情和才能使他成为这一职位的最佳人选 陈英杰将卸任资媒局主席谭明耀接任 联合早报 陈英杰将卸任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主席由谭明耀接任 谭明耀自2020年10月起担任资媒局董事会成员 并在去年4月起担任资媒局科技小组委员会主席 通讯及新闻部对陈英杰的付出表示感谢 并期待谭明耀继续引领资媒局 质疑选举结果 阿尼斯将向印尼宪法法院提诉讼 联合早报 印尼总统候选人阿尼斯计划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 质疑上个月的选举结果 非官方结果显示 现任总统佐科支持的国防部长普拉伯沃在2月14日的印尼大选中 已近60%的得票率获胜 阿尼斯表示 印尼缺乏国家中立性 并批评选举前几个月的违规行为 此前 支持阿尼斯的政党和支持另一位总统候选人甘查尔的政党 讨论了对政府在投票日前的行为和涉嫌选举违规行为 发起一回调查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